失望到底會怎麼樣 就是有時候對當事人來講 那個是失望到底 可是我局外人會覺得 其實你還有一絲希望 可是會怎樣 有的人就放棄了 比如說你剛剛講 60歲上子的那個婦人 英國還有另外一個新聞 有一對夫妻 因為5歲兒子生病死了 兩個人失望傷心 就背著兒子的屍體 一起跳以來自殺 那麼所以這個例子就是 失望到底了 然後原本他是懷著希望 想說兒子有沒有可能會好 可是最後落空 然後這種失落感 最後他的選擇是 就背著那個孩子的屍體 就一起 就這樣結束 沒有 他是在這裡 他跳下去了 不可能拍到 這是用畫的 他的斷崖在這裡 這是真的 你就可以想見說 這個斷崖有多深 對於是 有一些夫妻會講說 沒關係 那我們再生一個 對不對 小天使會回來 夫妻會 絕望到這種地步 那個都有一個期間 就是傷痛的期間 如果那個傷痛期間 兩個人有一方很堅決的 覺得要死的話 另外一個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另外一個這時候 兩個人的傷痛程度 通常還是可以比得出一個高下 我坦白這樣講 有的是爸爸比較走不過去的是媽媽 那這時候另外一個人就要背負一個罪名 就是比方我是媽媽 你是爸爸小孩死了 你怎麼沒有我這麼難過 可是你就要撐得住我對你的這種罪名 我就把對小孩的哀痛 化為對你的生氣 一直憤怒說 你沒有我那麼愛小孩嗎 可是你要穩住 然後慢慢我就會往你這邊靠攏 這是人求生的本能 可是有一些尤其是像 我覺得像英國 或者像有一些北歐國家 就是他們對死亡的想法 跟我們有點不一樣 因為他們的生活太 太沒有可以分散注意力的東西 北歐國家的自殺率很高 很多人都一直講說他們幾乎都不用存老本 他們的退休金是什麼 就是你的人生 他們那個國家沒有什麼安逸 對 隨便幹嘛都可以過老 所以你就把所有的精力都拿在煩惱 人生為什麼這麼空虛 那種哲學性的思考 所以一旦發生生活這種事情 他們沒有辦法轉移的 但是這個時期如果過去就會比較好 所以我問一個實際問題 就是說假定有一個小孩 他真的走了 那他們也只有那一個 那夫妻之間 那比方說這個事情經過兩個月 那太太呢 有一天就在床上開始塗那個指甲油 那老公會進來說 看到以後很生氣說 你為什麼會有心情可以塗指甲油 兒子死了 你為什麼有心情 你難道不難過嗎 這個時候太太應該怎麼說 因為我還有你 我是為你塗的 因為我還有你 老公說我不領情 因為你知道也會有這樣的夫妻 是有 所以這就是我剛剛講 你去做妻子 穿得漂亮 比方說太太心情很不好 然後跟正大哥講的例子一樣 所以先生就買花 漂亮的紅玫瑰花 他年輕的時候談戀愛 太太最喜歡的花 買回來送他 希望說他能夠心情好一點 他也就很火大 忘記家裡死的小孩 買紅色的花 還算父親嗎 一樣的道理 可是這時候就是說 那個人一定要耐得住 另外一個人對你 因為你要讓他發洩 可是你要一直提醒他說 我可以看到你的存在 請你也看到你還有我 如果說太太這時候跟他說 我們都得過日子 都得走下去 我覺得最好不要這樣講 因為這樣講其實是 會讓另外一個人覺得很孤單 所以這時候要講的 必須是強調說 你自己的重要 你對我非常重要 所以我很悲痛 但是你足以讓我堅強起來 提醒那個人 他自己的分量很重 所以在國外有一些調查 就是上子之後的兩年之內 是離婚的高峰 對 國內也是 對 國內也是 就是失去一個小孩 可能因為這樣離婚 離婚 兩個人就沒有辦法再黏住 不過上子之中真的是很可怕 因為我一個親戚 他中年獨生子 就突然就是在睡覺的時候就過世 很健康啊 打籃球運動都很好 就是打完籃球之後 想說睡一下 結果就過世了 就走了 那當然很難過 很難過之後 那個也是憂鬱症 甚至連小孩都不認得 家裡的其他的女孩 因為那獨生子嘛 那剩下都是妹妹嘛 家裡的妹 他生的女兒 他竟然會不認得自己的女兒 後來慢慢走出來 走出來之後就逼自己一定要懷孕 他認為一定還要再生個兒子 結果 我不曉得那種心情 是不是會影響到下一代 結果後來就生出來的 他抱著強烈要生兒子的願望 對 結果生出來是女兒 不就很失望 當然失望 但是經過這些年下來 其實讓我更訝異的是 這個女生長大 卵巢萎縮 然後甚至幾乎沒有月經 為什麼 你說那個小女孩 對 就是長的就是像男生一樣 然後也就是在女性的生理狀態上 就是很不明顯 嚴重到就是他可以影響到小孩 就他想生兒子 但是偏偏生女兒 但是女兒長大之後 你知道真的是像男生 然後幾乎沒有月經 然後卵巢萎縮 不會生出來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比較屬於這種體質 而不是父母親對他的血 我不曉得 但是那種那種感覺起來很強烈 就是說你可以知道說 當時喪子是痛的那種苦 那種痛 但是會影響到 是不是真的會影響到 因為真的就那個女孩子 就是長得像男生 來 先休息 盡好